迎接新年的到来 千佛山慈善基金会也特别现场辉豪送孙莲 为迎接春节的到来 千佛山慈善基金会举办扶牛鹤新春 特别邀请书法名家现场辉豪 更邀请千佛山家族的联友们共襄盛举 场面热闹非凡 在我们整个千佛山系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都有各自的庆祝年节的活动 我们财团法人 我们千佛山慈善基金会 针对这一次的过年 事实上我们也是一个系列的活动 在岁末的时候 我们是送春年的活动 现场辉豪 来索取的民众非常踊跃 就第一次的一个 等于第一波的这一个赠送春年的活动 获得非常好的回响 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活动 就是讲食安的 也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吃年菜里面 大家能够吃得健康 而且又能够享受到 这个味觉的享受 所以这个活动推出以后 让大家在观念上建立起来 你要怎么来吃 千佛山慈善基金会 除了赠送春联给千佛山家族的联友们 更顾虑联友们的食安问题 特别在开办的养生食堂里 讲解食材的特性与如何养生 期望大众能健康过好年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丰 高雄采访报导